关注之一的比赛 这是一场昆罗爵超级明星战 这场比赛之所以受到所有人的关注 因为对峙的双方都号称是王者之区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对峙的双方 首先有请蓝方选手 世界级王者来自欧洲格斗殿堂荷兰 Albert Kraush Kunlun fight Zither Harp 让我们欢迎勇敢地向世界王者挑战的 中国新人王 中国勇士郑赵玉 中国勇士郑赵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其实在本场比赛的发布会上 两个人就非常的火爆 那么相信今天接下来的内台上发生的 也将是非常精彩的对抗 下面为您介绍双方选手 蓝棚身高175分 年龄33岁 职业战机74上19赋3平45次 金党对手 是目前在中国职业练台上出现的水平最高的国际选手 曾经2022年成立于世界文明的格罗大赛 K1MX 阿尔 Kroos 红方身高174分分 年龄20岁 职业战机第49胜39胜 十户七次击倒对手 中国明星级的战将 武林峰中国勇士郑赵玉 观众介绍有请场上裁判 刺身 观众介绍有请场上裁判 观众介绍 现在大家看到这儿情感位是为您带来的空中角舞 隔壁传奇 这是一场男子七十公年级的明星超级战 这是郑昭玉从荷兰拳王克劳斯的二番战 双方在2012年 当时WF乌胜典的跨年盛典的时候 他俩曾经在巴仁战争相遇过 当时克劳斯是KO了郑昭玉 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 克劳斯是应该说水平最高的选手 这个打法选和技术全面 我们不太清楚他有什么明显的漏洞 唯一不出的地方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年龄稍微一片大点 他现在今年33岁 但是我看过他的机场比赛的话 其实打到这个最后一局 也没有看到他的体力比年轻人很弱 所以他并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缺陷 当然了克劳斯的成名是在2002年 现在已经时刻有那么12年的时间 但是宝刀不老 他的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 他只是他的出拳的打击力量上可能年轻的时候 但是他实际上拳法还是很凶狠的 漂亮的又又上过去 人打上过去的选手的技术相当好的 因为他距离非常短 最不容易把他看到的拳法 所以说今天是邓昭益对于克劳斯的防守上 只好看他的拳法 你怎么从防守的拳就像 刚才我们就看到克劳斯又一季上钩拳 又上钩拳打中了邓昭益 现在邓昭益有意识的 用拳我觉得控制 控制完之后再打反击 因为你这么舒服的 控制打这个中级的中级的的话 克劳斯太舒服了 大了我想怎么办 当然了郑昭益对战场上也是拳法 推法也是 包括用色彩队控制一下距离 然后用移动来控制 因为你这种距离感 克劳斯特别喜欢 多利用一些腿法跟对方进行周旋 不要跟对方拼拳 郑昭益你要战场应用合理的话 你服务还能成功 你战场应用不合理 你就很难说了 双方的拳法都比较好 那克劳斯明显经验会更丰富一点 今天这个郑昭益是很有针对性 练着克劳斯出现那种节奏 对也在打他的板击 打得不错 你说反正你没有打进去 你说你说但没有打进去 没有有效的击中他 用侧帅控制一下距离 手满好 手满好 头撞了一下 头撞撞到内克劳斯的美股上了 但是问题不是很大 我觉得第一局还可以 第一局还算控制了局势 但是像那克劳斯在第一 会合比赛里面 利用这么快攻的这种节奏 压迫式的跟郑昭益打的话 我担心的是他挺的 刚才是郑昭用头撞到了 这个克劳斯的左肾美股上 我上次看过一个 这个克劳斯在格劳瑞上的 这个一个比赛 速度打得非常快 全场的整个几局 双方都是非常高速在运营的 所以像这样的那个节奏和速度 我当时觉得中国运动 也许很难跟上 而且他有几千军 刚才我们在那个局间休息的时候 也看到郑昭益的这个团队啊 董江涛包括李宝明都要告诫 如果进战的话 有希望的要利用吸 吸击 因为你不用吸的话 你想用拳顶是顶不住的 突然一种线路的变化 那么克劳斯就不太好防了 好 我觉得他的吸气最起码影响了他的节奏 刚才克劳斯也想打个吸气 说明这个影响他的节奏了 我觉得还是用战术影响他 不能完全按照对方的战术打 这样完全凭实力 郑昭益没有胜算 所以 双方拼拳 因为只要那个谁 郑昭益明显针对了 针对了克劳斯的这个打法 有针对去训练 因为郑昭益是打近距离的 所以有效而安又是 自己又是一样打 这个赛数的变化就很重 看看看看 一瞬间一瞬 比赛结束了 比赛结束了 就这一瞬间被袭击了一下 因为你在吸气 对顶别人上 而你就发现 我再逼了一点 哦 这就是一瞬间的袭击 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 这是郑昭益第二次被克劳斯丢了 第二次 速度非常快 非常快 他在吸气别人 而没有进行保护 保护对方 让对方一会反击 自己躺在那儿 战争拥就在对 但是 看一下半天头 就是这个 就是一瞬间 被这个 克劳斯一个 要他一个袭击 这些动作 再看一下 他安排进头 太准了 太准了 这就是丰富的比赛经验 但今天我反过来说 郑昭益今天 战术安排 第二局 还有 一些战术 对 因为他的拳法 是吧 这种训练明显是看这个郑昭益 对这场比赛就重视成果 比他第一番战 跟克劳斯打要好 有进步 有进步 就打不上自己的东西了 随便失败了 被挑 但是他在进步 在成长 比赛要是需要过程 什么程度都有可能发生 然后我们已经看到了 其实克劳斯的 美股已经被打开了 而且郑昭益 已经开始过了 一定的优势 但是瞬间 准备 遭受了 一瞬击 看这个之后呢 证明了 他非常尊重这个位置 做出他的对手 这是一种体育精神的体现 我们为他能够长 虽然赵云益汉盾的输掉了比赛 但是他体现了 中国动手的精神 本来比赛 精彩和裁定 蓝芳云一分钟 七级KO获胜 and the winner is the blue color fighter